聊聊 半年吧 两年吧应该算 你觉得这个职业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最吸引我的地方 其实更多的是自己有一份爱心 等到家属就是我们为他服务完之后呢 家属就是真心地跟我们说谢谢的时候 我觉得那才是我们最想要的 像做好事一样 就是能帮别人 就是为他就送走他最后一层 我觉得也算挺高尚的一个行业吧 我觉得我打算一直走下去 看完这段短片的时候 我看到亮亮哭了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段短片时候的感觉吗 其实我一开始真的就像老师说的 我挺对不起我父 也算一个真的是一个不合格的 但是我相信就是说经过现在的工作三个月以后 我相信我以后肯定会爱他们 就是说会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世界 也不会带着他们生气 因为我很孝顺他们 其实我觉得我刚才一直在说 亮亮在和父母的沟通方面表现得不够成熟 我相信亮亮刚才说的那些话是发自肺腑的 今天儿子的所有这些转变恰恰恰是他不到三个月的入恋式的行业带给他 他看了那么多的生老病死生离死别 而且他懂得尊重人的生命 他的这种尊重也会传达给别人 儿子应该去做的是 首先他可以作为一个成年人 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回馈社会 去通过自己的工作给别人带来幸福 和尊严 这个过程也会让他觉得他的生命有价值和意义 为人父母把儿子生下来 把他养得这么大 不就是希望他的生命有意义吗 真的大哥大姐我想 你们好好想一想这个过程 我从这个故事看到什么了呢 就看到了其实是两代人之间 因为这种知识结构和层面的距离 而产生了沟通的一个障碍 我理解您 就是说不同意儿子选择了那么一个 就是特立独行的职业 是吧 我理解您的心情 但同时呢 我肯定会支持您的儿子